来 那个我们今天做哈 196 196 那个196它的来源 还是一样是从 那个194 我们现在194 在这边194 那我们也做 我们今天做的就是快速一点 所以呢 直接按上去 这个呢 第一个 我们这边是使用Java 那Java是上一次我们已经做了 我们Java的话呢它是一个专业的那个 程式 开发软体 然后那个 这边就是我们是使用Visual Studio 那我们现在用JavaScript JavaScript呢 它是一个 是网页 实际上JavaScript会用的更多 那它的程式码我已经贴给你们了 所以呢 你执行这个结果 它的程式码呢就在这边 那譬如说我们现在呢 要执行 那就是说 我在网页上就可以执行 那譬如说你写狗吃屎 狗吃屎 然后呢 你按一下执行 它马上就会出现跟你讲 说长度是3 那个 反串是屎吃狗 那我们现在那个就是说 譬如说猫抓鼠好了 猫抓鼠 再加一个猫抓鼠 你看 狗吃屎 屎抓 就边说是什么 薯抓猫 然后那个 就是我们就做这个 这个程式呢 就是在这边 好 来我们对照一下 输入字串 就是这个输入字串 输入字串完后面呢 它这边有一个什么 框框 这个框框的命令就是这一个 我把它大一点 就是input 就是说跟它讲说 这个宽度呢 是50 然后呢 你输进来 它有一个ID ID的名称就是in 然后呢 你去执行它 这个执行有没有 也是一个什么 input 这个也叫做input 这个也叫input 这个上面呢 跟它讲说 我的type type 是知道type的意思吧 比如说 你到酒吧去 有人跟你搭讪 你不是我的菜 就这样讲 You are not我的菜 You are not my type 你不是我喜欢的型 You are not my type 就是这意思 好 那所以这个type 第二个type 是什么东西 button 就是按钮 前面那个按 前面那个什么东西 的菜 是什么菜 是文字菜 这个菜呢 就是那个button 然后呢 上面有个什么 执行 所以等一下 注意看 一律写上自己的名字 就是 执行两个字 前面要写上自己的名字 诶 那两个男生 你有没有看啊 不要翻手机啊 这样子你们就知道 onclick的意思就是 按下我 你就去执行f5 这个函数 你等一下这个f 改成用自己的学号好了 比如说 假设你的学号是d12345 那你的f5就改成d12345 然后这边一定要跟着改 好 意思就是说 你按下我 你就去执行他 执行什么 在这边 好 f 就这一个 程式的部分 要用squip包起来 开始的时候 squip 结束也要squip 那这个程式在干什么 第一个 好 它有个变数a a是什么东西 这边不是印吗 把这个印的值 值在这边value 抓过来 意思就这样 好 那我们现在就 等一下同学 所有人 我这个就是 已经给你们了 就复制 然后呢 去 新开一个部落格 复制了嘛 复制了之后呢 就去新开一个部落格 然后那个 就是说 那个 我到google去 按那个 新专 部落格 新专 部落格 然后呢 好 到你的那个 网页去一下 你们帮我再不动彩 好 那每个人都一样 写的东西就是新文章 好 那个 好 我把它那个 小一点 这样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就写一个新文章 那我们今天的新文章呢 就是说 写上自己的名字 好 刘刃昌 好 学会 Java 也 学会 Java script 好 然后呢 就一个逗号好了 叫input 好 我们刚才那个input里面有什么东西 文字 不要了 小写了 因为它指定是小写 我们就小写 有input 然后呢 还有text 还有button 好 还有什么 button 好 然后呢 这个刚刚那个是get get value by id 这边要注意 特别看 id i 大写 b v 你没有按照它大小写的区分就错 因为这是个Java script的指令 然后呢 贴上 就是这样 我们一开始就先做这个 然后又发布了 不管了 就发布了 那发布完之后呢 那我们就来看结果会怎样 我就把它有没有 缩小 这样我们可以继续编辑 然后呢 查看 好 然后呢在哪里 把这查看 有没有 搞错了 在哪里 这个 我们把它放在旁边来 哎 是不是有出现了 有啊 所以呢 我们就等一下试试看 来 打一下那个什么东西 就是狗吃屎 好 好 然后现在就执行看看 好 然后呢 好 这样子就执行成功了 等一下每个人都一样 这很简单 那第一个 是不是这一个 呈指令 不是 好 按错了 刚刚那个指令是 这个一个 这个我稍微把它关掉 避免等一下错 所以等一下同学呢 那个我刚不是说那个吗 你一定要改成什么 这样这个就是注解 是注解 我说过那个什么东西 执行这边 这边有没有 来我们 你可以干嘛 这边有没有 就是执行 一定要写上自己的名字 好 留 比如说这边写 留 帅 留大帅哥 好 比如说这样子写 然后呢 存起来 那我们现在呢 在哪来干嘛 重新执行 有没有 就一定要有个留大帅哥 那我们这边 比如说来 比如说来 我们就输入 这时候就输入 输入的就是留大帅哥 那我就接下来 那 有没有 之前有没有 出现就是 就是说 变成什么 行直哥帅留大流 这边呢 为什么会这样 这边就是输出 因为这边有个输出 B 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out的这个位置 这个out 我们已经给它指定好了 有没有在这边 好 写这个输出 然后输出的话呢 我们希望说那个 这内容有没有 要清楚一点 那我们这边 只有B 我想想看 这B 让它是可以改的 好 那我想想看怎么办 现在这个执行的结果是B 那我们这边的B 可以干嘛 再加这一道 好 B 好 等于 好 B 好 跟大家讲说 那个 呃 前面有没有 这个东西都是叫做自串的串联 好 那我们前面呢 先加什么东西好了 来加这个 呃 我先想看 呃 先这样子 不要 这样会不会让你们搞混 鞋 我想还是斜线放的吗 我试试看 因为我也忘了这个 忘了它的那个指令 我先想看用什么东西 带放的还是什么东西 好 呃 我先试试看好了 因为坦白跟你讲 这个 这个东西有没有 你也不需要说去记下来 等一下 如果错的话 等一下Google 马上就有 然后我们就重新执行一下 我们意思就是说 它前后加上这个指令 让它变成是大写 对 反串式 怎么后面没有出现 因为我没假东西 没打东西 所以这个等一下又改了 因为我这个没打东西 那譬如说 来我们就再打一支 就是 卓越西风凋敝书 但如果说你打ABC也一样 ABCDEF 空一格会怎样 G 好不要这样空很多格 猜一看会怎样 SY 有没有 一样 有没有 来你看一下 它没有 就 有有有 它这边也是空 可是它就会给你黏在一起 好 好 那当然如果说 我们是打中文 卓越西风凋敝树 好 来我们看一下 好 就这样 卓越西风凋敝树 这个的意思就是 输出HTML指令 当然如果说 你希望说 那个 呃 呃 这个B等于B加C B之前 有没有 希望说它干嘛东西 要那个 呃 嗯 那个 前面 有没有 换行 换行 可不可以 也可以 那你这边就反串式 比如说这个反串前面 跟他讲说 叫增加一个 增加一个指令 说来 叫说你要换行 那你就是一按一下 BR就是换行的意思 好 那我们现在就重新读取 那我这边 我先给他复制 然后再重新 好 再重新执行一次 因为你重新执行 原来的东西都不见了 所以这是我刚刚的原因 那你看一下执行 有没有就换行了 好 可是这个字又太大了 挤在一起 不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 改一下 好今天只做这一个 其他不要做 因为我们今天开始要算总账 不要让你们那个 很多人没做 有一些人啦 那我不希望就是说 那个造成你们压力 所以今天是做一点 下个礼拜也是做一点 让你们有没有 缺席末 不要有那个成绩 怎么会这样子 太大还是太大 好 那今天就这样做到这边 那前面当然你要加H1也可以 这个H1 那个斜线H1 比如说斜线H1 那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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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一下 那个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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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资料 然后 然后呢 输入资料 然后呢 Javascript 好 执行 不要写Javascript 直评 然后呢 输出 那我们今天就是 练习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再重新读取 有没有 你譬如说你就增加这个东西 我刚打的是这样子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再譬如说 再增加一个H1 好 这个是多少 19 我们叫196 因为我中间插了195 那个是 譬如说你中间在写 那个什么东西 好 那个 刘刘刃 194 影片 这个我会存起来 这个影片呢 叫做196 好 这个影片 是196影片 好 影片 解说 这个作业 好 196影片 解说这个作业 那194的话呢 就是在这边嘛 194 有没有 那我现在还是一样 你要放进去的话 你就是按分享 然后呢 要用专业的迁入 好 这样子呢 就复制起来了 好 复制起来 然后呢 把它贴上来 好 这194 好 然后呢 那个 重新 存档 好 执行一下 刚刚打的东西也都全部在这边 好 等一下我把这个呢 也贴上来 当然我每次都一样 要练习 好 那个 这个我们学过CSX就是要使用 比如说这个STAR CSX 这个就叫做CSX 我跟你们讲有这些东西 可是呢 要学就是看你有没有兴趣 网路全部都有 你也不需要说那个是 再去那个 再去花钱去补习班 像这个 background color 好 比如说这个background color 我给它那个 蓝色好了 蓝色 你每次打这种东西 还有打这种东西 你要一个一个打 这样你才会学到东西 哦 这个呢 有这个效果了 然后呢 挤在一起 那我就干嘛 padding 10px 然后呢 旁边不要让它挤在一起 有没有 这样子有 padding 就 10px的 颜色不清楚 那我们现在呢 把颜色变成白色 那这个呢 再实行一次 然后那个什么东西 你就看到字就变白色 很清楚了 那前面那还讲说 我们要干嘛 让它有边界 borde borde 像这个东西 英文你自己就是要好 打字才会快 那我现在就也是一样 10px 然后给它红色好了 然后呢 要实行 那我现在呢 也直行 然后呢 就是这样子 好 就这样 就全部就都出来了 等一下 我就把这影片我也同时上传 那 那个就是 反正就在 你就把 我再讲一次 这个指令 你就是在什么东西 194 194 这边按下去 好 然后呢 我们要的今天是学这个 什么 是JavaScript 所以 等一下 你今天就是说 以后要跟别人讲 我有学过Java Java的话呢 就是说在 Visual Studio Code 开发 那今天呢 我们不需要使用 Visual Studio Code 因为 Visual Studio Code 用什么东西就可以取代 这一个 浏览器 就是它的 城市 执行环境 城市 执行环境 那我们现在扣的就是什么 这一个城市 这边这个城市 一定要干嘛 扣到这边 然后呢 直接贴到部落格 可是贴的时候 注意一定要 什么